你看它這個擺葉的部分 我們有加上電動的裝置 所以它可以這樣子去做調整 而且很方便 它不需要我們再去操作 就是那個再去拉拉半天 這樣OK 滿好玩的一個 很棒耶 穿透感又很好 穿透感又乾 然後如果說 我們想要做完全的阻隔的時候 它又可以把它完全關閉 看一下 可以伸上去嗎 可以… 我們秀一下好了 真的很方便耶 所以它這個空間 我要讓它可以變開放式 它就是開放式 你希望它是一個 就是獨立有隱蔽感的空間 它也可以變成那樣子的書房 所以你看我們整個打開以後 其實空間的感覺更加穿透 對 兩個空間的關係就更加強 就是緊密結合在一起 而且我也很喜歡看你 這種液材質的結合 像你在這種鐵劍跟鏡面的結合 就是讓它覺得這麼的有質感 是… 你的空間真的都很棒耶 謝謝… 屋主應該很喜歡喔 很喜歡啊 而且這個很有實用性 就是它不像一般的窗簾 我們還要去拉洞去整理 其實很複雜 其實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窗簾型態 其實就很實用 對 漂亮 好 那我們接著呢 這個課金說過它簡潔俐落 電視主牆是一個重點 但是電視主牆的感覺就是 設計感很豐 其實像豆食的運用物 以前我看過比較小面積的 它的感覺比較小品 可是當它整片從頭到腳 用到頂的時候 它那個大氣跟氣勢磅磅的感覺 就出來了 像我們在做電視牆的設計的時候 我們一般很常見的就是 大理石牆整個都貼滿 對 我們在做這一道牆壁的時候 我們有經過一些 比較特別的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它是用不規則的一個拼法 去切割這個紋路 所以它表面是用一個 防骨面的設計 去強調 還有 另外其實我們在電視牆的這個牆面 不光只有單面而已 我們在做的時候 它有一個延續的效果 它有一個轉折面 直接延伸進來 到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空間 所以這感覺就是告訴我們的動線 是要這樣子走過來了 對 而且它的這個 電視牆的整個空間的這個比例 看起來會更加的完整 OK 好 這邊還有兩個 這是門片嗎 對 這個我們是做一個頂天的門片 對 所以做一個按門的設計 對… 為什麼要做到頂天 因為我們想說門在做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讓它上面留一段空間 其實感覺起來就沒有這麼多大氣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讓它 全部都把它加高 氣勢的感覺會完全不同 這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對 真的完全不一樣 其實有的時候 光是一些高度跟材質上面 大面積跟小面積 它出來的磅礡的感覺 跟你的大氣就 就跟小小的感覺完全不同了 因為其實設計其實在這個運用上面 其實差別都是在一點點些微的 細節的一個運用 跟一些觀念上面的一些做法 好 那這邊還有也是一個門片對不對 對…這個我們進去的話 就是我們的客浴空間 客浴空間的門片也這麼的大氣喔 對… OK 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裡面 我看到它的整個色調跟你的質感 跟一般我們看到衛浴設備不太一樣 像我們這個客浴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很多的材質在這裡面相遇 像有木皮 有茶鏡 黑鏡 石材 磁磚 可是你整個的空間感覺起來呢 它還是非常的完整 一體 我覺得很協調喔 對 很協調 其實在這個就是在材質運用上面 設計時的一些就是 搭配上面的一些功力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啊 我還是再次強調 你在軟件上的搭配 跟你在選材上面的功力 真的還滿了得的 謝謝… 好 另外還有一些細心的小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邊還有男生的小片頭 對 裡面還有一個小片頭 一般好像客衛空間比較小 比較不可能有這樣子的規劃 因為男主人他小朋友有 兩個都是男孩 所以他希望說 可能在客衛的部分 可以增加一個小片頭 可能就是比較方便使用這樣 OK 另外我覺得你細心的地方 你剛剛有講過 其實小地方啊 像好比是收編 你這種動作做得好 其實防止質感就出來了 像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白牆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收得不修感 像把手的部分 我們也收得不修感 這個地方也是對不對 可以增加很多的質感 對 好啊 所以在你也教了大家 一些小小的撇步 其實收編的時候 我們東西用的材質選搭得宜 沒錯 你房子的氣勢跟質感就出來了 對 那小小的一些地方 如果我們有用心的話 整個的質感空間就會更好 對 客廳的主牆面 同時也是書房與客廳的隔牆 放眼望去 彷彿有立體櫥窗的錯覺 還有建築結構的美感 當然囉 這裡是屋主專用的書房 所有的空間互動關係 設計師都體貼的幫屋主做到囉 倒iff 看一下 夕sembly letzt 咪 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